崇祯自义而亡后,其子女结局如何?其中一子给清朝制造了不少麻烦。点击订阅爱观历史,请到深处加个关注。都知道明末帝崇祯皇帝朱有俭在李自成功克京城后自义殉国。那么问题来了,朱有俭死的时候34岁,应该也有不少子女。那他的子女们下落如何?其实朱有俭的一个儿子后来还给清朝的康熙皇帝造成了不少麻烦。 公元1644年3月18日早晨,李自成起义军对北京城发起总攻,朱有俭就已经开始绝望了,各地秦王军队还没到。 京城守备空虚,根本抵挡不住李自成的起义军。因此朱有俭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他为了延续皇室血脉香火,在这天清晨立刻派人分别带着三个儿子送到宫外安置起来。 把儿子们安置好之后,朱有俭又先让妻子周皇后和元贵妃自义,随即又让嫂子一安张皇后,宁夕宗天起地朱有孝之妻,自义,以免他们落入起义军手里受辱。 这个过程中周皇后和张皇后全都自义而亡,只有元贵妃由于体重超重,上吊时压断绳子了摔了下来,由此捡了一条命。 一直活到清朝顺治时期才去世,朱有俭安排好妻子和嫂子自义后,又迟见去两个女儿的住处。 儿子可以送走逃跑延续朱家血脉,但是女儿不能落入起义军手里受辱,因此朱有俭决定亲手送两个女儿上路。 当时京城大乱,长平公主已经有不好的预感,所以他把妹妹招人公主带到自己身边,朱有俭来到他们的居所时,年仅六岁的招人公主还不明白怎么回事。 他看到父亲朱有俭走了进来,于是就欢快地跑过去想让父亲抱他。 当时在场的人都不会想到朱有俭看着幼女跑了过来。 他狠了狠心一咬牙,一剑就刺进了招人公主的胸口,幼小稚嫩的招人公主还没来得及喊出来,就已经被刺死了。 年纪较大的长平公主看到这一幕的发声已经猛在了当场,他万不会想到平时那么娇宠他们的父皇,会直接把妹妹刺死。 很快,朱有俭又持剑向长平公主走来,长平公主立刻就明白自己的下场,将要和妹妹招人公主一样了。 出于求生欲望,长平公主跪下哭求父亲不要杀掉自己。 朱有俭面对女儿的哭泣,加上刚才已经杀了小女儿。 他也不禁悲从中来,他悲痛地说,如何故生我家。 说完朱有俭就挥剑向长平公主劈了过去,长平公主本能地举起左臂阻挡,就这样朱有俭的利剑劈断了长平公主的一条手臂,长平公主惨叫一声昏了过去。 心慌意乱朱有俭也顾不上再去检查长平公主是否已死。 眼看长平公主昏死过去之后,朱有俭就匆匆离开,他最后想让心腹太监王成恩组织军队护卫他逃出京城。 结果当然是失败了,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朱有俭带着王成恩一同在井山上吊字衣而死。 那一边被朱有俭劈断一臂的长平公主昏迷了很久,被一些心地善良的宫女救活。 后来李自成的起义军攻入紫禁城后,就开始搜捕明朝皇室成员。 这些好心的宫女就把长平公主和之前上吊压断绳子的原贵妃一同保护起来,对外只称她们是无辜的宫女被朱有俭临死前疯狂砍伤。 所以李自成一直不知道朱有俭的女儿还在皇宫中,后来李自成占据京城不久就被明朝总兵吴三贵献出山海关联合清军所打败。 顺治入关之后,清朝为了安抚人心。 对外宣布将保护明朝皇室成员,这时候原贵妃和长平公主才被清朝搜寻出来。 清朝向来是指杀明朝男性皇室成员,对于女性皇室成员还是要履行诺言保护起来,因此原贵妃和长平公主都得到了清朝的善待。 清朝为此还特意公告天下将奉养明朝皇室成员原贵妃和长平公主终老。 所以到了清朝之后,原贵妃和长平公主还继续居住在紫禁城中。 朱有俭生前曾给长平公主订婚,朱有俭给她选择夫家正是周皇后的本家亲戚,也算是她的表兄周世贤。 当时由于局势混乱,长平公主与周世贤只是订婚没来得及完婚,明朝还灭亡了。 在明朝灭亡之后,长平公主被清朝收养,由于她损失了一臂,已经成了残疾人,因此她不想连累周世贤继续与她成婚。 于是长平公主就给顺治皇帝上书,恳请批准自己出家为妮,从此长办清灯古佛。 就这样长平公主最终与未婚夫周世贤完婚,不过她的命并不好,长平公主在怀孕五个月的时候,由于断臂之后身体十分虚弱,最终在孕期感染中风寒不至去世。 年仅十七岁。 因此朱有俭的两个女儿,小女儿招人公主在危急关头被她刺死,刺女长平公主被她批断一臂,虽然侥幸活了下来,但是断臂也使得长平公主身体受损,最终导致了她在孕期染病去世。 朱有俭医生本来有七个儿子,不过基本都夭折了,李自成攻入北京时,他只有三个儿子,还在世也就是长子朱子朗,三子朱子九,四子朱子兆。 朱子朗和朱子九是亲兄弟,都是朱有俭嫡嫡妻周皇后所生,朱子肇是朱有俭宠妃田贵妃所生,朱有俭在最后关头希望保存儿子,以图保住血脉。 重新兴赴大明,因此他派人把三个儿子分别送走。 太子朱子朗被朱有俭委托给了大明靖南功臣朱能的后人纯国公朱纯臣。 朱有俭想让朱纯臣率领京城残余的军队拼死护送朱子朗跑到南京再造大明。 不过朱有俭万万不会想到,世代深受大明厚恩的靖南功臣朱能的后人朱纯臣居然毫无骨气,把他的儿子朱子朗当成了见面礼献给了李自成。 幸好的是李自成没有为难和加害朱子朗,反而对朱子朗以礼相待,还问他有什么要求没有。 朱子朗提的要求就是希望李自成能以帝后之礼安葬朱有俭和周皇后,李自成答应了朱子朗的请求,因此朱有俭在死后才能被归葬于明十三陵中。 不仅朱子朗被交到了李自成这里,朱子炯和朱子赵也被交了过来,可以说朱有俭的儿子们都被李自成一网打尽了。 朱子炯和朱子赵当初被朱有俭派人送到了老丈人家定伯周葵家中,周葵是个吝啬鬼,是财如命。 李自成起义军入京之后就开始劫掠父户,周葵为了保住家产,主动把外孙朱子炯和朱子赵都交给了李自成,希望能保全家产。 结果他交了人之后也没能保住家产,最后周葵的家产还是被李自成劫掠走了,周葵在悔恨中抑郁去世。 所以朱有俭自禁之后不久,他的三个儿子就都落到了李自成手中,后来李自成册封三兄弟为王爵, 朱子朗很有骨气去不接受李自成册封,并带着两个弟弟一起绝食,想效仿朱有俭以身殉国。 李自成当然不能让三兄弟就这么死了,这三兄弟是李自成将来征服明朝南京政权的资本,因此李自成把三兄弟分别严格监管起来。 后来李自成亲自率军去山海关与吴三桂交战,他特意把三兄弟都带上,想以他们要挟吴三桂投降。 结果李自成却被吴三桂与清朝联军在山海关外一片时打得惨败而逃。 在起义军溃败时,朱子朗三兄弟趁着混乱就跑了出去,不过三兄弟却在混乱中失散了。 最先是朱子朗在逃跑过程中被吴三桂的军队抓获,吴三桂认出了朱子朗,想把他交给清朝的多尔滚,朱子朗却十分机智,他看出吴三桂用心不良,于是甲义营和吴三桂,后来又在夜里趁乱逃离了吴三桂的军营。 朱子朗逃跑之后不知所踪,后来南明方面还出现了多起假冒朱子朗的人,为此南明对外称朱子朗被清军和吴三桂害死了,还替他发丧。 南明政权先后追视朱子朗为宪敏太子,道皇帝。 不过,据现代史学界,在河南省洛阳市鸾川县老军山考证,朱子朗逃跑之后很可能跑到了老军山隐区起来,并在他的曾祖父万历皇帝朱义军下旨修建的老军山金鼎太清冠出家当了道士。 此后朱子朗一直隐区到康熙十八年,1679年,才去世,终年五十一岁。 现今老军山附近还流传着朱子朗隐区的传说,山下还有太子墓和太子碑。 朱子炯逃跑之后也是不知所踪,不过他可对后来清朝的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父子两代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从康熙初期开始,民间但凡爆发起义,绝大多数起义军都会打出朱子炯的名号反清复明,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在三藩之乱时,趁机想围攻紫禁城的朱三太子反清复明的事件。 虽然这场企图突袭紫禁城的起义被消灭在了萌芽状态,但是清朝一直没抓到朱子炯。 直到六年后,朱子炯在西安,后来康熙请前名就成和太监都出来辨认,才知道这个朱子炯并非是真的朱子炯,而是京城无业游民杨启龙。 杨启龙与明朝的不少老太监相熟,从这些老太监口中他得知L1宫廷生活习惯以及皇帝和众皇子的生活习惯,于是他刻意模仿失踪的朱子炯,企图借助朱子炯的名号,号召反清复明。 这件案子也称杨启龙起义事件,后来杨启龙被康熙下旨凌迟处死。 杨启龙被杀之后,康熙时期还有很多地方民间起义,从北方到南方甚至连康熙晚年台湾府。 但凡有农民起义,亦定打出朱子炯的金字招牌,似乎朱子炯三个字就成了反清复明的最好招牌。 不过根据历史学家孟森先生考证,康熙很可能最终还是捕杀了真正的朱三太子朱子炯。 康熙47年,1708年,10,康熙南巡又被人以朱三太子的名义行刺。 于是康熙大怒命令各地方官员暗中在全国各地严厉筛查朱三太子的踪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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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stm 轨 转发 駕駛 询 车 订阅 车 转发 駕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